大家好,今天用猪肉和大家分享一道,饭店里牛肉对很火的好吃做法。 首先,我们准备一大块猪肉,先用清水给它多清洗两遍,洗干净。 牛肉对它所选用的猪肉,首选是梅花肉,其次是猪后腿或者里脊肉。 因为我去的有点晚了,所以没有买到梅花肉,买的是猪后腿。 为什么首选是梅花肉呢?而不是里脊肉。 因为梅花肉它是肥瘦相间的,有油脂,所以相比后腿或者里脊,吃起来会更嫩一些。 给它切成比手指肚稍微大一点的肉块就可以了。 切好给它放在一个大碗里面,腌制一下。 加入一克左右的盐,入个底味,适量的葱段和姜丝。 然后放料酒10克,装拌均匀。 和大家说一下,我这里的肉块大约有200克,半斤左右。 装拌均匀以后放冰箱,给它冷藏腌制10分钟。 传统牛肉对它所选用的是玉米淀粉,其次是土豆淀粉。 一是它炸出来后,口感酥脆,爽口,不发黑。 二是一上浆,不脱糊。 颜色黄里透红,外酥里嫩的,口感好。 下面在碗中准备玉米淀粉100克。 然后加少量清水,70克左右。 把淀粉给它稀释开,也是我们常说的湿淀粉。 放一旁备用。 准备的辅料有蒜末丁,适量的葱姜末,一小把的干豆豉。 配菜我准备的是青椒,切成滚刀块。 调一个碗汁,食盐一克,白糖五克,料酒十克,生抽十克。 玉米淀粉两克,清水五十克,然后搅拌均匀。 现在我们把腌好的肉块,里面的葱和姜都给它挑出去。 随后倒在一个大碗里面。 跟着我们再把泡好的淀粉,一股脑的,全部倒进肉块里面。 然后给它抓匀。 让肉块均匀的裹上淀粉糊。 有缓慢流动的效果,像这样就可以。 这样炸出来的肉块,外酥里嫩的,溜出来才好吃。 下面需要注意重点。 炸肉块的油温不能太低了。 油温需要达到200度左右,下入肉块。 这样高油温炸肉块,一是能使它快速定型,二是肉块不吃油,三是关键,口感也更酥脆。 肉块我们一次也不要炸的太多了,不然就会出现有的炸过头了,有的还没有炸好的情况。 一次炸个15-20块就可以。 炸至的时间控制在一分钟左右。 炸好就可以给它控油捞出了。 炸好的肉块,它看起来是百里头红的,外皮酥脆的,带有一点香味就行。 为了保险,我也是分了两批炸,这样会更保险一点。 肉块全部炸好以后就可以关火了,跟着再把切好的青椒放进去,也给它炸个5-6秒钟,就可以捞出了。 和炸好的肉块一起装在盘中。 锅中留底油,先下入葱姜末,干豆豉,下锅给它包香。 炒出香味以后,跟着再把碗汁倒进来。 我们用大火给它熬至粘稠。 接着再把肉块,青椒一起下锅,翻炒均匀。 炒匀以后关火,再把蒜末加进来。 翻炒均匀之后,就可以出锅中盘了。 哇,好香的一道家常菜呀。 我觉得饭店厨师长都做不了这么地道的溜肉段,真的是色香味俱全。 不愧是和锅包肉齐名的东北特色名菜。 溜肉段的口感,它是外酥脆,里焦嫩,很柔和的口感。 加上它是咸鲜口味,能适合95%以上人的口味。 既下酒又下饭。 如果你是追求情怀或熟悉的味道,一定要收藏起来试试哦。 谢谢大家的评论,留言,加点赞。 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,我们下期再见。 谢谢大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